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逗逗站到那棵树面前 你说这个视频能传达出一些什么样的讯息呢 我儿子听得懂人话 他可以一个人站到树的前面 每一年过年聚餐的时候 是我妈最忙的时候 她会守在那个包厢的门口 像站在扫地机器人上面一样 没有人可以躲过她的镜头 都来了 大舅舅 小姑姑 这是我们家大明星 来 打个招呼 大明星 我真的没有想好 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来迎接这颗镜头 我通常摆的是我最假的一副面孔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 没有人会这样跟你打招呼的 除了雷纳贝尔 没有人会 没了 其实家里人没什么边界感 还可以接受 我很烦那种路人没有边界感 尤其是那些拍room tour的自媒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在上海 你只在路上 经常会有个人从绿花袋里窜出来 拿一个黑色的麦克风 怼到你面前 先生 你在上海一个月的房租多少钱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突击去你家 拍一个room tour 我说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突击去你家 拍一个room tour 我说我现在能突击你吗 人和人没有边界了吗 我是那种非常需要私密空间的人 没有人可以去我家 我住酒店 没有人可以进到我的房间 我通常一到房间 我就挂情务打扰那个牌子 有时候我觉得一个不够 我会去旁边的房间 我再偷一个牌子 我挂两个 双重否定 肯定别想进我的房间 我的房间永远是一个不对外开放的状态 我的出租屋的MBTI是ISFP 你一进去就是那种没有收拾的快递盒 没有洗的碗筷 我们P屋就是这样 他还会对我的房子指指尖点 你们家居然没有阳台 怎么 我们家的阳台是没有长出来吗 我租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没有阳台吗 这是我当时能租到的最好的房子了 这么多年我工作努力不努力 工资涨没涨 我心里没数吗 什么情况下你可以来我家里拍room tour 当我的房产需要被强制执行的时候 执法人员可以来我家里拍room tour 打开记录仪 我们今天要封的是一个什么 小明星啊 说是 搞特有秀的 也不到 二十平 一个人就封掉了 走了 感觉我妈特别适合干这个事 儿子站到那个门外面 你们这个行业他房是快 走吧 你没家了 我最烦的一种视频 就是那种自律视频 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刷到过 一个特别自律的人 把自己一天自律的生活拍下来 给我这种不自律的人看 给我制造焦虑 每天早上起来就是手做咖啡 养生茶 阅读 也没个工作 你都这么自律了 你找不到一个工作 而且你看起来这么没有事儿感 没必要每天五点半就起床吧 我没有夸张啊 他们视频的第一颗镜头 基本上就是把手从被窝里伸出来 按摇的那个五点半的闹铃 说明什么 他们至少五点二十就开始架机器了 也就是说他们五点二十 架完机器以后 回到床上的那段时间 他们在表演睡眠 表演睡眠 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我五点二十起来上个厕所 回到床上再一睁眼 十点二十 怎么可能有人五点二十醒的来 而且你们知道他们醒来为的是干什么吗 他们为的是拍一个去窗边看日出的画面 这是我最不理解的一个人生项目 从小我就被外婆教育 你不要盯着太阳看 你的眼睛会吓掉 而且为什么会有人试图向别人展现自己的自律呢 你们真的会被别人的自律激励到吗 哇 好好哦 我也想像他一样 每天五点二十我就起床 我起来喝咖啡 喝养生茶 我在想 如果你每天 你五点二十 你不起床 你多睡一会儿 你是不是都不需要喝咖啡 你都不需要用养生茶来续命 多睡一会儿吧 然后他开始做早饭了 永远都是那么几样 吐司 牛油果 一定要吃牛油果 吃牛油果你就自律 然后他开始做我一直想做但一直没有时间做的事情 他开始搞卫生了 他倒是开始搞卫生了 他开始换洗他的床单 他明明昨天刚换了床单 这个觉睡得有那么脏吗 你不是就一个人睡的吗 我有点难受啊 咱们要算 撸他的猫 玩他的狗 用那种不用弯腰的吸尘器 吸本就一尘不染的地面 把床单晒到阳台上 饿了 又饿了 给自己做了一份奶油培根意面 吃完了以后晒了太阳 他就睡了 睡了 你不能睡醒再干这些事吗 他好松弛啊 他的松弛焦虑到我了 没有打假博主 去打假一下他们的视频 谁知道他是不是下午拍的 我现在最想看的就是 美国监狱里那种自律视频 那也太带劲了 早上一起来 兄弟们又是自律的一天 今天的OOTD 成色多巴胺 看烟早饭 牛油果 一面 吃完了去放风 哥们今天练胸 练完了回来收拾一下宿舍 看一看也不大 没有阳台 连窗户都没有 这个是我的摄友 来跟人家打个招呼 嗨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 今天全场的第一位拖舞秀演员 他也一直以来秉承着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 就是不用麦克风 让我们欢迎 豆豆 加油 哈喽哈喽哈喽 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我一直觉得 我们节目组招募的观众 都还挺神奇的 这是一个周三的下午 你们在工作日的第三天 就试图寻找一些快乐 说明你们真的很需要快乐 而且这个活动是免费的 说明你们足够的聪明 你们可以说这个是 世界上最优质的一帮拖学观众了 而且你们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在意自己的工作 还有未来 老子就是要今天开心 娶我吧 胡逗逗 心态很重要 心态很重要 我现在的心态 就有一点微妙 我上一轮已经被淘汰了 然后又被复活了 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在新加坡的一辆出租车上 我坐在副驾驶 我后面的同事非常激动 豆 你知道吗 你被复活了 我说谁啊 大张伟 你们知道我旁边的那个华人司机 他的心理活动得有多复杂吗 被复活开心吗 难受得要死 难受得要死 有一种圣之不无的感觉 等等 我说实话 我今年真的没有太想录这个脱口秀节目的 真的 就是我已经对录脱口秀综艺节目这件事情去魅了 但我又有点想吃脱口秀综艺节目 给我带来的流量红利 我就是一个既要又要的人 我就是奔着流量来的 我就想趁着这个高危行业 再出什么新的幺蛾子之前 我先飞蛾扑火一下 我担心我再不扑它都不火了 这个节目其实就是脱口秀行业 每一年都会搞了一个先进工作者的评选了 我们会选一个标杆出来 我也没有太想评先进 我只是想不要太落后就可以了 当我来了以后我发现 我身边的这帮朋友他们太激进了 他们真的在用脱口秀来消解生活当中的苦难 痛苦 我的生活真的没有那么的痛苦 还可以的 我遭遇的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小雀苦 比如说 最近这一年我已经不需要那么频繁地被拍摄了 之前我业务好的时候 我还经常可以接到一些什么广告啊 杂志啊 商丹的一些拍摄 那些主办方会找一个特别资深的摄影师 来给我拍一些所谓的概念大片 什么叫概念大片 就是你用一些生活当中你根本用不上的姿势 拍出来的照片 叫做概念大片 你也不知道一个正常人生活当中 怎么会做这样的动作呢 可能黄轩唱歌的时候会来警 我很不适应 因为我不擅长 再一个 这些摄影师他们太专业了 他们在给你拍摄之前会有一段话术 来帮你放松 帮你冥想 像一个瑜伽师一样 他们的韧带也很松弛的 兜兜 一会儿你脑子里不要放东西 你就是你 从现在开始你就做自己 然后我就忘了我是谁了 我感觉我被他控制住了 他说你自然一点 我做不到 我最不自然的时候 就是别人让我自然一点的时候 那我名其妙 杜杜老师稍微帅一点可以吗 这还不帅吗 这就是这个帅的版本 随着拍摄的进行 他会有更多行业里的黑话冒出来 我听不明白 他说 豆 刚才挺好的 你再多给我一点 多给我一点 多给我一点就可以了 我说给你什么东西 态度 他要的是一种态度 attitude 朋友们 我总结了一下 我给的态度越多 我的下巴抬得越高 这是我现在最初篇的姿势 这个态度在我的高中 叫做点儿郎当 我的老师只需要一句口令 你就可以解锁我的这个态度 一般就是 哎 你什么态度啊 这些专业的摄影师 他们是有自己拍摄时长的限制的 有些时候时间快到了 他还没有感受到 我有一个好的状态给他 他们会非常失望 写在脸上 豆 来 给我带到一堵墙的面前 墙上是他找了一些参考照片 reference 他说这样 我们选三个最简单的姿势 拍完收工 好吧 来 第一个 扯领带 第二个 灵光乍现 第三个 就是这个 你再给我保一个无精 好吧 等等 我才知道 在影视行业 这个姿势就叫无精 我甚至都怀疑 无精跟我用的 是不是同一个摄影师 无精老师 刚才挺好的 你再多给我一点 这么多够不够 这个 就是他 老领 都在这了 你要的全拿走 但即便是这么简单的姿势 我都能很难完成的特别好 为什么 我生活中用不上这样的姿势 我从来都不会 哎呀 好热呀 哎 不如把拉链拉开 您说呢 我给你秦远 但前段时间 我有一次非常美好的拍摄体验 我和我的女朋友去海南的万宁玩 当时我们待的时间很短 我们就把预算拉得特别高 我们订了一家非常奢华的酒店 那个酒店 它赠送了一套旅拍的服务 我想赠送了 那必须要去了 我们就跟摄影师约了下午五点 夕阳最好的时候 相约海滩边上 五点钟我们见到了这个摄影师 这个摄影师穿得非常的干脸 他说的话透露出一种不容质疑 那是一种军训式的拍摄 就你们两个人 没有第三个人 好 我们开始 来 听我口令 男的看女的 女的笑 很好 来 换个姿势 男的搂女的 女的不理他 很好 女的在前 男的在后 女的随便在什么 男的给我来个无精 好吧 很好 男的可以走了 女的 来 选照片 五分钟 出片九张 比专业的摄影师厉害多了 我问那个大哥 我说大哥你的效率怎么可以做到这么高的 他说很简单 女生满意就可以了 你不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姿势 对 先摆出无精 然后开始投票啊 来 逗逗的锁票通道准备开启 我觉得逗逗今天这个演出特别好在哪呢 他一上来就跟观众有一个特别自然的互动 然后那个互动一定就是经历过很多演出 让观众一下就融入到这种 他一上来第一句话就特别好玩 星期三都来这儿了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他经过很多很多演出才能有的 所以说我觉得逗逗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样 已经变成一个可以在舞台上驰骋的一个艺人了 特别了不起 我必须要说一下逗逗的表演 因为就是第一个上场的太难了 然后逗逗节奏依然这么好 就是他的表演水准一直是很高很高的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上必须要给他拍灯 逗逗 我问一下 别说 因为你复活的那天真的不在吗 对 你听到的真实反应是 真实的反应就是那个 就是那样 大张伟复活了逗逗 逗逗说就这个FUBERSWANG 就是 就是又有点开心 又有点难受的 为什么 开心就是因为还有再一次跟大家见面的机会 难受就是 我知道上一轮不是我最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心里已经接受了自己 已经离开这个舞台的这样一个 一个现实了 然后突然又给我召唤回来 感觉 把那个小游戏后面有30秒的复活广告 他那种感觉 刚才与其听这段的时候是 吴京的时候 你嘎嘎乐着拍了下来 对 我是不知道这个动作叫吴京 现在你知道吗 现在我现在知道 真的好好笑 我满脑子 都是他的广告 所以现在在豆豆结束表演之后 豆豆我要告诉你一下 我们在这一轮的比赛里面 是一组的三位都表演完了之后 好 我们再统一地给大家出成绩 好不好 OK 可以 那么现在我们就请豆豆回到等候去 再次感谢豆豆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谢谢 他太厉害了吧 而且我全场我说 除了豆豆你真跳不出来 谁能担任开场 开场对我来说 必然是有压力的 但是我觉得 如果大家都觉得你可以开场 作为同学演员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朋友们高开高走 下一位要登场的 来自西安的新人演员 山河 加油 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山河 你们好吗 好 我是今天第一个新人 也是第一个女演员 真的还是蛮紧张的 然后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西安的演员 然后今天想跟大家聊聊 我最大的爱好 感觉你们能看得出来啊 吃 爱吃 不挑 怎么说呢 我可言可甜 我也爱拍照 我相册里全是吃的 我拍的时候也想说 多给我一点 多给我一点 前两天我小姐妹 还跟我说 想带我去酒吧玩 说有腹肌看 你们都懂啊 当晚我小姐妹都疯了 说 腹肌上了啊 麒麟臂 我说 果盘上了 麒麟瓜 我当时和姐妹的想法是一样的 就想吃点好的嘛 我小时候就爱吃 七八岁 问我爸要零花钱 就一块钱 他不给我 他说你要钱干嘛 告诉你 给你钱 就把你灌坏 谁是一块钱灌坏 每次都跟我说 你要钱干嘛 要钱干嘛 我不干嘛 就想吃我们学校门口 那个炸串夹馍 太馋了 吃不到 每次放学我就看 我就发现 那个老板只有一个人 两只手要切磨刷酱 有时候人多忙不过来 就让小孩先把钱 放在旁边的小盒子里面 放完钱去排队就行了 我直接去排队了 紧张坏了 第一次作案 紧张 到我的时候 老板还问我 说同学 你要辣椒不要 我说都行都行 你只要给我 辣死我都行 他就把膜递给我了 我当时看那个膜 我激动死了 我说我爸说的对呀 要钱干嘛呀 我那两天太滋润了 每天都吃 连续吃了两天加磨 没想到第三天 我爸来接我了 发现我不在 放学的队伍里 我在加磨的队伍里 咱一磨二磨都过了 卡在三磨了 最后把钱补上了嘛 像我现在其实胖嘛 但是其实我不焦虑 不想减肥 就有我自己开心的方式 但就总有人逼我焦虑 工作完一块聚餐 对面男同事调侃我 说哟 山河还吃呢 我说啊 我不减肥 他说啊 你不减肥 这个话在我听来就说啊 你不要脸 一直劝我 跟我说你瘦下来可好看了 你瘦下来我都娶你 我说真的吗 赶紧多吃两口 多吃两口 气死我了 现在工作了之后 其实有时候吃真的不是因为饿 就是开心 解压 生活压力太大了 我们录节目特别焦虑 压力越大 食欲越强 我现在纯与疯 你们都知道 有时候忙到晚上九十点钟 忙得呲牙咧嘴 焦头烂额 面目猙獰的时候 就会突然出现一个身披蓝色战袍 脚踏七彩电驴的男人 是吧 站在门口说 美女 你的外卖到了 那一刻 我知道她就配叫骑士 不管我吃了多少 她不会随意评价我 还让我给她一个评价 我自己觉得这种解压方式可好了 挺快乐 挺开心的 网上有人批判我 说一不开心就吃东西 不对 起了个名字 可言里说 这叫情绪性进食 你听进食这个词有点冒犯了 进食这个词是给人用的吗 你路上打招呼 又您进食了吗您 还情绪性进食 你感觉一头猪恶疯了 看这个词我情绪又上来了 我觉得悲愤转化为食欲挺好的 很善良很温和 对吧 我觉得那种有暴力倾向的人 就应该这样 这样他情绪上来就不打人了 他去打饭 还有人分析 分析说情绪性进食背后的原因 是因为你缺爱 说那只是食物 那不是爱 我觉得食物比爱有安全感多了 爱一个人 爱到最后发现是个渣男 干脆面最后点渣最入味了 对方不好 对方 你团恋爱 就怕遇到那种油腻的 食物由越大越好吃 也放心嘛 毕竟食用油 能出什么问题呢 有人问我说 那你吃完东西之后 不会愧疚吗 我是个西安人 我吃完了碗面 我都晕烫 我不愧疚 我就想睡觉 这两年真的太多人 劝你减肥了 网上还有人喊口号嘛 说今天少吃一粒米 明天偶像就娶你 我偶像都进去了 软通管理 软通管理来 就是没找到正确的快乐方式吧 还有人批判这种快乐方式 说什么我们吃饭 睡觉 打游戏这种 都是低级放纵的快乐 说人啊 要追求高级的快乐 要读书学习 我没有见过身边谁 上一天班往那一摊入 我这个班一天也上不下去了 快给我来本资质通鉴 让我快乐一把快 而且你看人家苏氏 大文学家 唐宋八大家 做完诗 也做东坡肉呀 我感觉他当时的心情 跟我一样 都这个点了 我不要出口成章 我就要入口计划 苏氏找到了自己的苏氏圈 快乐在我这儿 不分高低级 能快乐真的很不容易了 希望大家找到 属于自己简单的快乐 谢谢各位 为上和 这台第二个就是打成这个样子 幸好 幸好不在 对 对 好三条二到尾了 来 抓紧投票各位 深河表演之后 锁票通道开启 山河刚才我给你摁了 我看到你的灯了 我还给你举来着 晃来着 你看看 应援 应援 看到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真的觉得就是 有一些人 包括练健身 练成大壮的那些人 然后没事就说 你练得不行 或者减了肥之后 说 胖的人多么堕落 那些可耻 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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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爽 我认为今天 山河的这一段 比你上一阶段的 要更纯粹 我感觉很多人 问我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焦虑 你凭什么不焦虑 我这个问题好难回答 凭什么不焦虑 就是我觉得 你像身边的人 好像觉得女孩胖 让你减肥的 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觉得你嫁不出去 包括我很多人都会说 没有人会喜欢胖女孩的 但是我就觉得没什么 吃东西会让人快乐 很解压 我觉得挺好的 还有人跟我说什么 你要知道形象走在能力前 我觉得那就让形象先走吧 我要能力 牛啊 真正的脱口 超级棒 胖胖的多可爱啊 胖胖七分材 不负也正宅 是不是 其实好的脱口秀 就是在表达对生活的态度 真的特别特别棒 而且我特别喜欢山河的这种 就是很有 怎么讲就是又舒服 然后又真实 然后又接地气 但是又能够往上翻的那种表达 我觉得真的 其实你最快乐的事情 是你自己有了自己的思想 当你有了认知这个世界的 自己的判断的时候 你会发现别人是动不了你的 然后那个底气 远比说你今天买什么衣服啊 什么变多漂亮 化多美的妆 要来的就是更自在 然后我觉得你就是一个 活自在的女孩 我特别羡慕你 谢谢老师 我觉得今天山河太棒了 因为它讲的 其实是一个特别接地气 然后非常安稳安全的一个选题 是跟实物相关 但它在实物背后讲了太多的 我们可以认同的 跟个人的生活相关的 跟社会相关的很多的话题 我觉得非常高级 而且它的节奏也特别好 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 女生或者所有的人 不用按尺寸去生长 可以按心情去生长 谢谢 再次谢谢山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慢慢拿 可以可以 该想的都想 可以 山河她很可爱 我觉得她这期表现非常好 就是她有观点 又有非常大的个人的魅力在 我觉得她今天是人断合一了 山河就是太可爱 太好了 就是那个观众缘 你就说解释不通 那个小酒窝一起来 你就觉得太好 大家好 我是豆豆 上一轮比赛 因为档期的原因 我没能来到咱们的现场录制 导演组呢 给我做了一个 1比1的等生的力排 放在咱们的观演区 其他演员也特别善良 知道我没有来 尽可能跟我互动 增加我的镜头 就他们只要晋级了 就会跟直通的选手 先握个手 然后对着我的力排锯个弓 伴随着现场的欢呼声 和喜庆的音乐 怎么说呢 我的喜丧 李丹也很体面 说今天豆豆虽然不在 但是他会在上面 一直看着我们 所以今天来比赛 我真的觉得 进不进决赛 无所谓了 能进最好 不进咱们就当 回光返照了 好吧 我大学刚毕业那一会儿 为了省下我的租金 我住在我爸那儿 跟他待久了 我发现 他就是市面上 大家都会遇到的 那种奇怪的摄影 他身上有很多习惯 我理解不了 比如说他每天 都会拍张自拍 发在朋友圈 也不找任何的角度 怎么看得清 怎么来 你感觉他要么 就是在做 人脸识别的时候 不小心按了一张 咱们自拍 是记录美好的生活 他自拍 你感觉在向生活挑衅 I'm alive now what 我最理解不了的 就是他喜欢 在吃饭的时候 看一些神剧 他们那个年代的谍战片 他的电子炸菜 我也跟着一起看 我也要吃饭了 我发现里面有一些桥段 我真的理解不了 比如说三个人共处一室 其中有两个人 他们有一些 比较私密的话题要谈 不想让第三个人听见 他们一般会有段 这样的对话 先生 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 不当讲 现在可能也不太方便 咱们借一步说话好吗 好的 请讲 真的就借一步啊 这儿和这儿 对他来说有什么区别 我每次看到这儿的时候 我觉得最厉害的是第三个人 他的听力可控 他可以屏蔽 那一步之外的所有的声音 而且这两个人 他们借不到这里之后 他们就默认他听不见了 所以他们并没有 降低自己谈话的音量 他们还是在正常的交流 只是表情变得 更加的凝重一点 詹姆斯先生死的那一天 我仔细地搜查了 他的办公室 在一本字典里 我找到了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八月十五 攻打赵家庄 赵家庄三个字 还有中读出来 点诵出来 怕第三个人听不见呀 第三个朋友 他肯定听见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 镜头会推过来 给他一个眼神上的大特写 赵家庄 把自己刘海甩听个锐角三角形 你不要看他现在面露神色 对吧 神情嚣张的 活不到下一集 肯定死 所以我觉得第三个人 他但凡求生欲强一点 想要多正一点 那就应该更加主动一点 对不对 先生 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现在可能也不太方便 咱们这一步说话好吗 不用了 那什么 我先走一步 还有追逐戏 我更理解不了 一般是这样 两个受了伤的主角 被后面乌乌泱泱的 两个连的反派追 都不见得能追得上 追到一半 一定会有个悬崖 或者是小土坡 一定会有 哪怕是在平原地区拍的叠战剧 他就堆一个小土坡上去 然后这两个受了伤的主角 跑到这个小土坡上 一定会有个说 我不行了 别管我 答应我 你自己跑 到了包围圈 让咱的弟兄替我报仇 另外一个一定会说 不 我们要死一起死 别管我 答应我 你自己跑 到了包围圈 让咱的弟兄替我报仇 不 我们要死一起死 别管我 答应我 15分钟过去了 他还是没有答应他 后面两个连的反派 你们是不是都忘了 后面还有两个连 两个连 一个小土坡 不要说是追了 挖都挖平了呀 很有可能 有些朋友等不耐烦了 你知道吗 大哥 这都15分钟了 他怎么还不答应他 我都想答应他了 所以我不明白这种剧 有什么可看的 我爸说 这很经典 我说 爸你知道什么才是真的经典吗 经典 娟山有机奶 限定约1%的珍稀娟山牛 牛以稀为贵 好牛产好奶 这才是真的经典 我爸说 你说的对 但你前后鼻音没有分 但我现在理解他了 我觉得每个人 都有自己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 没有说哪一种一定是对的 哪一种一定是错的 开心最重要 所以希望各位都可以找到 自己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 但你自拍的时候 还是找一个好看的角度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豆豆 感觉今天来了很多 很年轻的朋友们 还在上大学的朋友 一起鼓鼓掌 好不好 有一些年迈的面孔 混在中间 Good for you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很多朋友 他一上大学 他会比较急切地 来展现自己的个性 尤其是男生 感受会特别明显 男生宿舍里 你住着住着 会有一些不属于 这个房间里的东西 会突然冒出来 男生宿舍 一定会有一对哑铃 一定会有一对 像长在那的一样 就是有个大哥 上这个大学 立志要成为 这个学院的施瓦辛格 买了一对 放在房间里 藏了以后 没人动他 根本没人动他 岁月都在哑铃的边上 留下了两圈 暗黄色的印记 没人动他 阿姨来查发现 哎 你们房间 是不是有两朵蘑菇 没人动他 给我的生活 造成很多的困扰 我经常扮演起来 上厕所踢倒 你们有扮演起来 上厕所踢倒过 什么东西吗 男生表达疼痛 跟女生又不太一样 我们是全身的骨骼 和肌肉拧在一起 发出了一声闷响 你知道吗 哎 我也是那天才发现 原来踢亚铃和练亚铃 发出的声音 其实差不太多 你知道吧 还是朋友偷偷养一些 小宠物什么的 小猫小狗什么的 我还可以理解 有些朋友养仓 我个人观点 我觉得仓鼠算不上 是一种宠物 你很难对仓鼠 表达自己的宠爱 狗你可以遛它 猫你可以撸它 仓鼠你能干嘛 你只能给它买 更大的轮子 仓鼠跑得更累了 你们去看那只仓鼠 仓鼠每天都说 我还天天我造孽呢 你们去看仓鼠的表情 仓鼠的表情 是这个世界上 对生活最不满的表情 每只仓鼠都是 我很好奇 我去问那个养仓鼠的朋友 我说 你是怎么跟你的仓鼠 互动和交流呢 你怎么对它 表达你的宠爱呢 它给我演示了一下 它把它的仓鼠 拖在一只手的手掌心 那么仓鼠作为一种小动物 它本能地就会想要逃跑 它的另外一只手 就非常完美地出现在 它的逃跑路线上 它不还是轮子吗 这是什么区别 它倒是开心的 像西游记里的如来一样 还有一些科技宅男 给自己房间布置的 哦 你们有没有见过 像那个火箭发射中心的 那个调度中心一样 32寸 OLED显示大屏 VR眼镜 按一下会亮好久的 那种RGB键盘 随着游戏音量波动的 灯带 霓虹砖 罗永浩可以直接在这里 开发布会 这些设备 何同学可以更一年的视频 晃剑哥 我们这样的人 我们就直接在那当club了 这么强的配置 我要是虚拟货币 我都得绕着走 这显卡还不半个小时就挖完 就这么强的配置 还是抢不到选修课 我不明白为什么 大学每年收这么多的钱 不稍微花一点点来 维护一下自己的教务系统 门户网站 我们学校那个教务网 四年我就登进去过四次 每年交学费的时候 交学费的时候 他倒是特别灵敏 我就没见过那么全的付款方式 微信 Visa Mastercard PayPal Apple Pay Apple Pay 酷克都可以往我们学校交学费 交完以后 直接断网 你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教务网上教学费 还是点了一个什么诈骗链接 但你真的想要在上面干一个什么事的时候 举步维艰 我们大学的选修课 没有人抢到过自己喜欢的选修课 我们大学的选修课还得填志愿 还得填志愿 我高考都没怎么填 我是一个易考生 我只有拿到那个学校的合格证 他才能要我 结果到了这个学校 他说 选修课你得填志愿 我说行吧 咱就填吧 花了四个小时进到那个系统里面 整整四个小时 选了一节自己特别想选的选修课 高尔夫 我觉得大学怎么这样得玩一玩 这种小众的 轻奢的 高端的 没怎么见过的 挺运动 对不对 我就十分钟没看那个系统 就十分钟没看 给我挑这套剑饼操去了 大学四年挑了三年剑饼操 每个周二的下午 穿上白色的丝袜 粉红色的背心 在那 I have an album 还有一年调节到了交易舞 舞伴是我的摄友 那对哑铃就是他的 每个周二的下午 跟他勾肩搭背 十指相克 我还很磕 我说 你喜欢跳舞 我说 我原来选的高尔夫 好在大学没有体验到的高端 现在终于体验到了 自从用了女朋友的 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她帮我 她帮我缓解了熬夜暴斗 泛红敏感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连痘痘用了都没有痘痘 你们看 这就是你们工作以后的生活 人人都在笑仓鼠 但人人都是一直为了生活 而拼命奔跑的仓鼠 希望在还在学校的朋友 尽情享受自己的大学生活 不要留下遗憾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豆豆 其实大家总结一下规律 不难发现 每一年但凡这个组有忽兰 大概率是会被叫做 死亡之组的 它就像我们公司的柯南一样 就看起来人出无害的 眼镜片一反光 嘿嘿 就一个人要走 死神 很被动 很难受 这种感觉 我很讨厌 我其实一直试图 掌控自己的生活 但我发现 我的生活有时候 像个柔术大师一样 动不动给我反关节 摁在地上 你服不服 我前段时间 在某鱼上 卖一口煮面锅 朋友们说到这 提醒一下大家 你们不要去买那种 听起来用途 特别具体的东西 煮面锅 我就是看韩剧里的朋友 用个小锅煮面也太香了 我就买了一个回来 我买回来发现 我原来锅好像也可以煮面 还有床上桌 我就是看韩剧里的朋友 坐在床上 那种小矮桌吃面 也太香了 我就买了一个回来 我现在经常扮起来 上厕所 被那个床上桌卡住 天天鬼压床 我就想在某鱼上给他卖了 上面有个潜规则 你可以选择同城面锅 省下一笔邮费 有个大哥联系我 他说我也在上海 我想给你面锅 我说行 他说那你来人民广场地铁站 我就坐地铁去了 快到的时候 他给我发信息 他告诉我 他今天穿了绿色的衣服 我一出地铁 我就看见这个男人了 我就想我赶紧把锅给他 他一付钱 完成这一笔简单的交易 对不对 但是他一句话就拿捏住我了 他说 这人太多了 你跟我来 你们有没有完全丧失过主动权 那个时候我觉得 作为一个卖家 真的没有什么尊严 因为相比较 他想要买到我的东西 我更想要他的钱 我不由自主地 我就跟着他走了 然后他就出站了 我不想出站 但是他出站了 我就只能跟着他出站 到了站口的一个小公园 他一看四下无人 他说 来 拿出来吧 我就像一个犯罪嫌疑人一样 开始指证自己的作案工具了 这个是锅 这个是锅盖 这个是送的勺子 他演得好好 今天 今天的状态好好 是 是 不知道为什么 他带入角色开始审讯我了 他说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买呢 我也是一时没有考虑清楚 我再也不会了 回去以后留下了一条评论 说现在经济是不景气啊 明星都开始卖锅了 还是面交 还有体检的时候 我也特别讨厌 我感觉体检的那天 整个人特别被动 你不受你控制 对吧 你体检之前 你都得遵守很多的规则了 你要调整自己的作息 早睡早起 按时吃饭 不要喝酒 前一天八点钟以后 你都不能喝水 朋友们 我觉得这样查出来的数据不准 不是那种医学上的不准 是你心里知道 它不准 我不会过这样的生活 八点钟以后不要喝水 你开什么玩笑 我们这帮人都是八点钟以后 开始喝水的 你渴了一天了 能不喝水吗 我有个很极端的想法 就是我希望得到一种体检数据 就是我在体检之前 过上一段时间放纵的生活 灯红酒绿 纸醉精 李淡那样的生活 我最好体检 那一天 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去 查出那个数据 可能确实有点恐怖 有那么几个小箭头 但你知道 你生你的极限就在这了 以后咱们不要超过这个 That's your line 但我嘴上这么说 我心里怂得很 我想来都来了 我还加钱去做了一次 无痛的长镜 你有没有做过长镜吗 朋友们 没有 如果你没有做过 我强力建议各位 你一定要去试一次 你没有体验过 你的人生不完整 如果你做过 你不完整 给没有做过的朋友 简单地科普一下 做长镜 你是要换上一条长镜裤的 其实就是凯当裤 不太一样 它的后面有一块遮羞布 这块布非常地重要 它是你守护人类文明的底线 我发现长镜裤有一种魔力 就是你一旦穿上它 你整个人会变得非常地得体 哪怕你平时再彪悍 再鲁莽 再不讲道理 你穿上长镜裤的那一刻 都会像一个淑女一样 我这么好动的一个人 我人生当中 我第一次这样坐下来 这么好的产品应该推广起来嘛 对吧 你出个条例 男的吃烧烤 只能穿长镜裤 无痛的长镜是要打麻药的 在上海 全国很多的医院都有这样的规定 如果你要做全身的麻醉的话 你必须有一个家属的陪同 我在上海没有家属 我就去问了女朋友 我说你能不能当一天我的家属 快嘛 我说 我去做个长镜 我最后是被我的女朋友拍醒的 朋友们 麻醉醒来 是一次非常好的 检验你爱情的机会 因为你处在一个 很虚弱的一个状态 她对你说的第一句话 应该是非常温柔 非常体贴 充满人文关怀的 你在里面怎么样 我好像担心你 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来 看顶头 你以后最好对我好一点 你要知道 其他明星被捶 被放出来只有微信截图 我有你的遮羞布 谢谢大家 我今年26岁了 今年上半年生活在上海 说实话真的有一点失控 打乱了我原来的计划 我原来计划成为一个 极简主义者 minimalist 我强迫自己搬了一次家 做断舍离 我给我的新家 搞得像一个展一样 你一推门进去 就一个吊灯 一个吸尘器 没了 我在我家说话 都会有回声 我跟外婆打视频电话 她说你还好吗 我说还行 还行 然后疫情就爆发了 我家空无一物 一尘不染 我在跟外婆打视频 想要寻求一些安慰 她开始嘲讽我 她把柜子打开 她说 瞧瞧这些都是什么 你偷 我小时候外婆带大了 这个人你们 或多或少有听说过 对吧 全中国最会亮入为初的女人 我又是她省钱的重心 我感觉她的钱就在我身上省出来的 她的教育理念 跟当时提倡的也不太一样 再苦先苦孩子 再穷先穷教育 小时候从来不给我订牛奶 从来都不 其他孩子做完课间操 可以领到一袋 带装的牛奶 补充一下能量 补充一下营养 只有我 从小学一年开始 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保温杯 里面是外婆精心 为我调配的白开水 其他的孩子身体越喝越好 越长越高 只有我嗓子越喝越亮 座位也是越来越靠前 我们那个时候放学的时间 下午四点钟 很多家长都没有下班 学生推出了一个 托管达一课 你可以多交一百块钱 多待两个小时 有什么疑问 你不懂的 你问老师 我外婆怎么可能给我交这个钱 三点半都在我们教室门口了 时间一到 走 我没有工作 她也没有疑惑 走 所以现在开始 报复性消费 报复性生活 我一解封就跟女朋友出去玩一趟 我觉得情侣之间 有机会一定要出去旅游 你们会发现 你们身上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 我出去玩 真的 我怎么说呢 我想事比较简单 我喜欢订酒店 我觉得酒店的下线就在那了 我的女朋友 她喜欢订民宿 而且她对一种房型 非常的感兴趣 Love 好像很多女生都是这样 对不对 而且她只对里面的一个部分感兴趣 这是我最不理解的地方 这个楼梯 如果在她家的门外 是她最讨厌的东西 她一步都不想走 她坐地铁看见楼梯 她会吓一跳 但是如果她家有楼梯 她可以在上面拍一千 而且你们觉不觉得 Love的这个发音也太具有迷惑性了 Love 你听起来就特别小资 对不对 太具有迷惑性了 如果你跟她说 我给你租了一个 那种南北不通透 睡觉在楼上 洗澡在楼下 周围都是办公室 产权只有四十年的商住两用房 她会觉得 你什么心里没我 但如果你跟她说 我给你租了一个Love 她会觉得 你是要跟我求婚吗 我们是去海边玩 她租了一个海景乐 她说我想看日出 我说我不想看 她说好 我们明天一起看 女生就是想 她把她的计划告诉你的时候 你已经是行动的一部分了 她查询了日出的时间 五点二十一分 她订了五点十九的闹钟 相当激进 这个人 就给太阳两分钟的准备时间 管是太阳我会紧张的 你知道吧 五点十九 朋友们 我一天当中最弱的时候 你可以一拳打死我 再美好的东西 我都欣赏不了 她非常兴奋 非常开心 弹起来 冲到露台上 开始摆post 其实女生看日出的诉求 非常的简单 对吧 拍几张好看的照片 刚才说实话 我们那天没有看见日出 因为她订的那个海景Loft 有两个露台 一个朝南 一个朝北 她说你怎么不提醒我 我说你订的海景房 你看不见海 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们是怎么发现的 就是我们明明没有看见太阳 但我们都觉得我们的背后越来越热 谢谢大家 谢谢 嗨 朋友们大家好 好像一个明星啊 我叫豆豆 今年25岁了 其实对于一个男生来说 25岁是一个很微妙的年龄 你生理上的那个开关 基本上就被关掉了 对吧 不会再长了嘛 对吧 我现在妹妹洗完澡 都会看一看镜子里的自己 OK 我的身高呢 就定格在了1米68 这其实是一个痛点 我现在去坐地铁的时候 和很多女生一样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人 属于我自己的杆子 我心里才会有安全感 我要么扶着它 我要么靠着它 我要么抓的那个吊环 因为我一般抓不到 上面那个杆子 我只能抓到那个吊环 而且吊环一般都会有个广告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挺巧妙 有一次 我印象特别深刻是 我跟庞博两个人 去公司改稿 早高峰非常的急 我们被人流涌到了车厢里面 谁都没有抓到杆子 我心里非常的紧张 果不其然 车一开 我就往后倒了一下 然后庞博就扶了我一把 然后他对我说 你可以抓着我的包 当时我觉得我好娘 但是我想 他也没有抓着杆子 他是怎么站住的 我就抬头看他 哇 庞博用手 顶着那个车厢的天花板 像钢铁侠样 他好闷啊 25岁这一年也迎来了 自己人生上的一些小小的变化 我也交了自己的女朋友 我也发现 其实爱情好像也不全都是美好的滋味 对吧 我们也在一个磨合的时期 我的女朋友呢 他分不清东南西北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分不太清 对吧 对吧 年轻人不太会用这种 old school的变味方法 对吧 大家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定位系统 找自己的参照物 对吧 我的女朋友就是三个参照物 全家 星巴克 地铁站 每次的 你会问他 你在那 我在全家这 旁边有个星巴克 后面就是地铁站 在上海这三句话 你说得像没说一样 你站在任何一个地铁站 放盐望去四个星巴克 我女朋友出门以后 她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她只看导航 她只看导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 一个女生看导航 我女朋友点开那个手机软件的时候 那个导航软件的时候 她会先跟着那个光标 转上那么一圈 变不住啊 变不住他吧 像一只净化的数码宝贝一样 她得先跟那个光标呼应上 然后她就把自己托付给那个光标 她会把手机卡在自己的胸口 鼻尖锁止的方向 就是目前光标行进的方向 行吗 而且我们都用过导航软件 对吧 你刚点开她的时候 她的GPS信号不是特别的强 会有一些小小的错误 我女朋友大概走出去十米 发现自己走错方向了 她会有一个 非常迅猛的转身 那个转身 你没有玩过那个神庙逃亡 就是那种不做任何准备 没有任何思考 那个转身快乐 姚明的防不住 这个梗确实有点竹男 阿宁卡卡 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 她说她要去个什么地方 她说她来导航 我就跟她来导航走 到了一堵墙的面前 她停了下来 是那种很淡定的停下来 没有很慌张 没有啊 这是哪里 没有很淡定 感觉她在等这堵墙 感觉她在合这堵墙 排队 我在边上 我很着急 我说我们在等什么呢 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这是一堵墙 我知道 但是导航说这里 要执行 宝贝 你知不知道墙是什么意思 墙的意思 就是拒绝的意思 refuse 秦始皇当年 为什么要造长城 为的就是让那帮敌军 来到这种长城下的时候 走吧 长城 这怎么的 伴众是我女朋友 她可能会改写历史 对吧 我看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他要是直播资本了 那那是女生 25岁了 也迎来了自己事业的上升期 今年也办了自己全国的巡演 去到了很多的城市 我发现在很多城市的地铁里 都会有这样一个违禁品宣传片 就是告诉大家什么东西 你不要往地铁上带 我觉得大家大概的意识里 是知道我什么东西 不要带到地铁上的 但是这种宣传片 它往往拍得非常的奇怪 就是会有一个大哥 他拿着一箱子 所有不能带的违禁品 放到那个安检仪上 然后那个安检人员 小姐姐会跑出来 这个 然后那个大哥 你们去想 那个箱子里装的汽油 硫酸 烟花 这么大一个煤气罐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 没有一个人 他的爱好是去搜集 所有的地铁违禁品 装在一个箱子里 也不盖个盖子 像一盘菜一样 端着那个安检仪上 说我今天叫富贵险中求 好 好 中级了 我回家了 我回家了 回家了 不比了 不比了 那箱子里还有一把弩 一把弩 谁要带一把弩上地铁 一把弩 Cosplay绝地求生吗 一把弩 而且你都带了一把弩了 就未必要过安检了吧 会不会太讲道理了 这个杀手确实不太冷啊 你们大概都能想象到 他收到那条任务短信的时候 心里想的是什么 今天晚上八点半 人民广场 国际金融中心 把张氏集团的大公子做掉 不要留下任何的痕迹 人民广场 那还是地铁方便啊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豆豆 今天25岁了 说实话 我前24年都相当自信的一个人 心里非常健康 没有任何的焦虑 从小一直被家里人夸到大 见到亲戚朋友都是 哎 豆豆挺帅的 挺帅的 小伙子挺帅的 对吧 你们能感受到那种敷衍 在长辈的概念里面 你只要五官没有太大的缺陷 你不要少个眼睛什么的 你都可以不用帅这个字来形容 直到去年我参加了个节目 叫超新星运动会 完了 世界观崩塌了 这帮朋友真的太帅了 对吧 我就发现帅 和挺帅的 还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 这个节目 他会邀请很多男团的idol啊 小鲜肉啊 练习生啊 我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混在这个里面 对吧 他们的名字 你们也应该听过 像什么 余晓彤 周俊伟 哇 他们那种帅 真的帅 你知道吗 打在你脸上那种帅 醒人目光那种帅 就是我就是那种帅 作为一个同性 你看了之后完全不会嫉妒 你只会觉得 OK 他好适合啊 我跟这帮朋友 我跟这帮朋友待在一起 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每天一起训练 录制 核酸检测 我一整年就是他们 朋友们 我都开始自我怀疑了 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长成这样吗 他们不但帅 而且非常年轻 我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24岁 我觉得也还行嘛 这帮小朋友 18 9岁出道了 所以他们对每一个体育项目 充满热情 这个运动会 我抱了射箭 还有武术 武术我还选的相对简单的 太极拳 说是运动会 那一个礼拜 我没怎么出汗 我天天像个公园老大一样 来了来了 注意安全活动开 好不好 到了最后一天 有个团体项目 接力赛跑 朋友们 我很久没有赛跑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要用我的双腿 去战胜别人了 我在生活当中 什么时候会赛跑 我在地铁换衬的时候 我看见边上 那个哥们走得比我快一点 你在开什么玩笑 他俩表演还好 而且我走着走着 我会突然来一个这个 你们会吗 再加速一次 这什么 这生活推了你吧 Come on Be quick 我跑第一棒 发灵枪一想 我感觉身后窜过去 三四个黑影 我当时就觉得 我是在前进吗 为什么每个人离我越来越远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当某一个物体 快速经过你的时候 你的身体上会有一些 下意识的自然反应 我不由自主地 就发出了这样一个声音 我那天像只会跑得 尖叫鸡一样 啊 啊 比完赛 主办方也挺热情的 给我们所有人包了一次头等舱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次旁边坐的是彭于晏 你们有跟彭于晏坐过飞机吗 朋友们 你们知道跟彭于晏坐飞机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就是你会完全忍不住想要看它 这件事情无关乎于性别 哪怕我是吴彦祖 我坐飞机的时候碰到彭于晏 我都会放下手里的行李 雷猴啊 彭先生真的长得有点过分帅气了 整个在等待飞机起飞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看这个男人 我连安全演示片我都没有看 我一直在看他 告诉大家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常识 就是当你对某个人感兴趣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看 你记得用你的余光看 你不要瞪着人家 哪怕我是彭于晏 旁边坐的是吴彦祖 吴彦祖一直这样 你嚼了这个手什么呀 一打无糖口香糖 嚼出我的范儿 兄弟要不来两点 也挺奇怪的对吧 紧接着飞机起飞的 进入到了平飞的阶段 大家在平飞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彭先生开始给他的朋友发语音 我是真的没怎么见过世面 我给空姐叫过来了 我说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他可以上网 空姐也很礼貌 很小声地告诉我 先生 其实你也可以上网 那我要怎么上来 空姐说 先生 你扫前面 靠背上的一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我说我没往怎么扫这个二维码 空姐说 对 先生 所以你是在起飞前扫这个二维码 我都在看彭一燕 我连安全演示片我都没有看 所以我当时脑子里真的有个想法 要不要让彭先生给我开个热点 哦 板灯 好可怕 哦 好